拉临铁路还有一个数据也得难以想象 这就是它的隧道总长度达216公里 而且许多隧道的埋深都超过了1000米 隧道埋的越深 下面的压力就越大 温度也很高 那么在雅鲁上面这个地区 普遍每埋深增加个100米 它的温度就要增加3度 2018年元月份的时候 我们隧道的温度超过了40小时钟 施工人员在洞内作业 几乎每两个小时就必须轮换一次 当时洞外气温零下5度左右 而洞内作业人员全身大汗淋漓 只能穿着一件防护服 马甲背着冰袋进行作业 我们每天在洞内为了降温 使用的冰框就达到了100多吨 今后还会有更长埋伸更大的铁路 隧道要我们去面对 更多的难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去攻克 当拉临铁部投入运营之后 许多建设者又投入到 亚安至林志顿的工程建设品 为完成川藏铁路的修筑 继续奋战 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工程人也遇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历史机遇 把自己所学跟国家的需求 就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投入 我们在这里 其实是一件很好的 为什么 感谢观看